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餐 外皮焦香酥脆,内里葱香浓郁的葱花千层饼 你想吃吗? 今天,饕餐就把这个简单好吃的千层饼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大碗里取300克家里常用的普通面粉 加入两克酵母粉,两克白砂糖,一克小苏打 用块搅拌搅拌 分次倒入165毫升的温水,咱们来和下面 一边倒入一边快搅拌成面絮状 咱们和面的时候最好是用温水 这样能最大限度的激发酵母菌的活性 面团醒发好后才能更加的输送多孔 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就可以了 下手将面絮团成光滑不粘手的面团 要做到面光手光盆光 放在面垫上揉搓面团 将面团表面揉到光滑没有明显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揉好后放进空碗里 盖上盖子饧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混碗里加入两勺干面粉 半勺五香粉 半勺食用盐 倒入食用油搅拌均匀后 咱们的油酥就调好了 将饧发好的面团放在面垫上 简单的排一下气 用擀面杖擀成薄一点的大面饼 像这样推着擀大擀薄 擀成这样薄厚均匀的大面饼就可以了 咱们尽量将面饼擀成长方形的样子 方便咱们下一步操作 将调好的油酥舀在面饼上 再用刮板涂抹均匀 给面饼表面撒一大把的干面粉 能够好的起酥 再撒成切好的小葱花 葱花呢一定要多撒一点才能好吃 记着要留一个角别撒葱花 再用刮板顺畅地将面饼分开 面头处别给切透了 像这样煎面饼呢折叠起来 再将开口处捏紧防止油酥漏出来 将封口折下去后再整理得圆一点 最后用擀面杖擀成薄饼状 擀之前先用擀面杖压一压 再用刷子给表面刷点清水 撒上多多的熟芝麻 用擀面杖简单的擀几下 咱们的生批就做好了 盖上塑料布醒发20分钟 预热好的电饼窗里 倒入多多的食用油 油要多倒一点才能好吃 用刷的涂抹均匀 将做好的生批放进去烙熟 盖上盖子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 咱们要翻面到另一面 翻面后再烙个两分钟 等脸们都烙得金黄酥脆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借助蒸臂将烙好的千层饼取出来 切成小块后就可以开吃了 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夹菜夹肉 都是非常不错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